最新 Sony 旗艦手機 Xperia 1M4 來囉! 今天我們會為大家從外觀設計開始看起 也會看看 Xperia 1M4 在影音娛樂以及遊戲能力的進化 當然也有大家最重視的相機功能介紹與實拍體驗 就讓我們直接進入主題吧! 這次外盒一樣走簡約的純白設計 但索反應該一眼就看得出來這次的盒子體積只有過往的一半不到 這讓人太好奇了 馬上打開盒子來看看 可以發現除了手機之外 整個盒裝採用全紙質設計 移除了隨附的充電線 包括螢幕保護膜也是紙貼紙 完全沒有塑膠 新式盒裝比起過去減少50%的包材 進而達到在運送途中減少每單位達36%的二氧化碳排放 可以看出 Sony 在Rode to Zero 全球環保政策上 積極追求去塑化與減碳 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Sony 的外型開發一直以來都有其遵循的設計理念 這次 Xperia 1-4 採用減髮美學 Lacy Small 由一塊平面開始設計 剔除不必要的元素 就像是打磨武士刀一樣 追求精確的工藝精神 展現本質的純粹之美 Xperia 1-4 正反兩面都使用最新 Gorella Glass Vitus 強化玻璃 有三個顏色 夜色黑 幻鏡紫 以及冰霧白 背蓋設計簡潔 採用消光處理 減少光線反射 呈現高科技專業質感 跟前代相比可以發現這次霧面更加深沉 黑色還是非常的簡約俐落 索粉最喜歡的經典紫更不用說質感滿分 白色的感覺有點像冰河結晶的灰白色 給人一種甜靜沉紋的舒服氛圍 機身金屬邊框的設計也展現了減髮美學 追求極小化僅有1.45mm 還有一個地方也展現了工藝細節 我們可以看到向內精準雕刻的邊框輪廓 包覆著螢幕周圍 視覺上更具層次感 這樣做不只可以保護螢幕 並且實現輕量化 加上邊角一體成型的圓弧設計 跟前代比起來更加俐落洗臉 在右側邊框可以看到分別是音量鍵 電源鍵結合指紋辨識鍵 以及帶有0格溫的實體快門鍵 可熱插拔的雙卡槽設計 首次配置在機身下方 不用退卡針 很容易可以放進SIM卡或是MicroSD記憶卡 這也是Sony手機獨有的優良設計 繼續保持 機身底部還有Type-C充電傳輸孔 支援35W快充 機身頂部同樣保留了3.5mm耳機孔 維持著優良傳統 總結外型Xperia 1M4看起來就是索粉 最愛的方正經典設計 21比9的螢幕比例讓機身更為纖細 細緻打磨了俐落邊框 握感舒適 正面螢幕沒有瀏海沒有挖孔 近滿版畫面提供完整觀賞體驗 深層的消光霧面處理低調沉穩 展現高科技產品的簡約時尚態度 同時融合眾多Sony的經典設計元素 我想這就是索粉想要的 一眼就能辨識的Sony獨我設計 這次Xperia 1M4相機功能的一大進化 在於它的長焦鏡頭 採用的是全新開發的前望式望遠變焦鏡頭 厲害之處就在85-125mm中間的焦段 全部都可以光學變焦 有在接觸攝影的人應該知道 光學變焦跟數位變焦相比 會有更小的畫質減損 這也意味Xperia 1M4在中長焦的拍攝上 會有更好的畫質表現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一些實拍照吧 我們可以看到透過這組鏡頭 所拍攝出來的照片 由於焦距長又採用光學變焦 因此很容易拍出自然的光學景深 也因為長焦段的特性 拍攝出來的照片具有壓縮感 可以強調拍攝主體 長焦還有一個好處 有時候我們去一些熱門景點 很容易就拍到路人 長焦段拍攝人像可以框架你的構圖 讓拍攝背景更加單純 對於手機攝影來說 真的是非常實用的拍攝焦段 Xperia 1M4的三鏡頭分別是 16mm超廣角 24mm廣角 以及85-125mm望遠鏡頭 可用拍攝焦段非常廣泛 可以從16mm最遠拍攝至375mm 依照不同的拍攝情境選擇適合的焦段 三鏡頭都經由蔡絲光學專屬調教 並且具有蔡絲T-Star鍍膜 能有效減少眩光及耀光 此外 沾鏡頭都採用120fps高速讀取感光元件 全焦段都可以每秒20連拍 並支援即時眼部與物件追蹤對焦 這對實際拍攝有非常多的好處 譬如我們在拍攝運動的時候 通常會保持一定的拍攝距離 因此長焦段會是最適合的拍攝焦段 每秒20連拍跟強大的對焦性能 在拍攝具有速度感的動態攝影上 也會變得更加輕鬆簡單 又或者像是這張使用廣角拍攝的照片 因為物件追蹤對焦功能 可僅僅跟隨移動 才能拍出張張準焦的動態照片 Xperia 1M4 在自拍鏡頭也做了進化 搭載1200萬畫素前置鏡頭 有更好的自拍效果 並且支援4K HDR 高畫質自拍錄影 越來越多人使用手機來拍攝影片 而Xperia 1M4 有幾個強大的獨家功能 讓它成為手機界的拍片神器 首先 Xperia 1M4 有一個很強大的錄影功能 就是可以進行4K HDR 120fps 高幀率錄影 這錄影規格不只是手機界首創 甚至單眼相機也只有少數機種能夠做到 4K HDR 120fps 高幀率錄影 可以拍攝出細緻流暢的影像 並可以拍攝5倍慢的慢動作錄影 使用4K HDR 120fps 慢動作錄影 可以戲劇化任何時刻 讓畫面看起來更唯美 也更具電影感 對焦跟防手震也是拍攝高品質影片很重視的點 Xperia 1M4 錄影時支援眼部追蹤對焦 並且還有Flowless Eye 光學防手震錄影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實拍片段 Xperia 1M4 的 Video Pro 更導入直播功能 而且可直接使用眼部追蹤及物件追蹤對焦功能 用手機就能進行高品質的直播 Xperia 1M4 採用最頂級的 4K HDR OLED 螢幕 同時具備 120Hz 螢幕更新率 過往的 4K 機種因為擁有超高解析的畫質 所以在螢幕亮度上有所限制 不過這次 Xperia 1M4 在螢幕亮度上有明顯提升 比起前代亮度提高50% 加上 Sony 獨家的 Bravia HDR Remaster 技術 可以有效提升畫質 讓 Xperia 1M4 就像是隨身的 Bravia 電視 呈現高對比及聲動色彩 Xperia 1M4 這次的前置立體聲雙喇叭 採用全新驅動單體 因此有更大的外放音量 外放音質表現優異 在低音的表現上更強更有力 全新的 360 Upmis 音效技術 可以把左右聲道變成環繞立體聲 音場層次分明效果非常明顯 另外 Xperia 1M4 支援低功耗藍牙 提供更穩定的無線耳機連接品質 如果你習慣用有線耳機 Xperia 1M4 也是目前少數還保留 3.5mm耳機孔的旗艦手機之一 此外還有一些獨家的音效技術 讓你用 Sony 手機聽音樂就是比較好聽 近年來遠端工作越來越普及 因此不管是在家裡或是戶外 產生錄音的需求也越來越多 像是一般錄音、音樂創作或是錄製Podcast 都需要更好的行動錄音器材 Sony 的音效工程師看到這樣的需求 開發了Music Pro行動錄音室 讓你可以透過很簡單的方式 在任何地方都能夠錄製音樂 而且透過雲端上傳音檔 音樂將被降噪並消除殘響 聲音聽起來就像錄音室使用電容式麥克風錄製的一樣 Music Pro能夠滿足在家錄音 或是從未體驗過錄音室錄製品質的創作者 提供不受限制的錄音體驗 Xperia 1 從初代開始就導入遊戲增強器 整合所有能夠提升遊戲體驗的遊戲設置及功能 讓 Xperia 成為電競手機的首選之一 首先 玩手遊最怕外來訊息Gank 你可以打開誤擾模式或是競賽模式 有效阻隔外來訊息 效能模式能讓你用最佳的遊戲效能體驗遊戲 120Hz 螢幕更新率 讓遊戲畫面與角色移動更加流暢 240Hz 觸控掃描頻率 提高操作精準度讓玩家操控反應更加準確 深色背景強化功能 強化畫面按住細節 遊戲音效等化器 減少不必要的聲音 並專注於重要的聲音 優化麥克風可以有效降噪 通話音質更加清晰 30秒回放錄製 自動錄下勝利前30秒的遊戲歷程 留下決戰時刻的珍貴畫面 當你在玩手遊同時充電的時候 HS 電源控制會繞過電池直接進行充電 因此可有效降低充電時的機身溫度 維持優異的遊戲效能 Espira 1M4 更增加了遊戲直播的功能 讓遊戲分享更自由 不受時間地點的限制 Espira 1M4 搭載高通 Snake Dragon 8 Generation 1 5G 處理器 完整支援台灣全頻段 具備 5G加 4G SIM 卡網路能力 同時支援最新Wi-Fi 6連線技術 內建 5000mAh 大電池容量 支援無線充電及反向無線充電 台灣上市兩種版本 12GB RAM 256GB ROM 以及12GB RAM 512GB ROM 可外接MicroSD記憶卡 具備石墨烯散熱構造 同時兼顧效能與散熱運作 並擁有 IP6568 最高防水防塵等級 做個結論 Espira 1M4 的外型絕對是所本最愛的經典設計 充滿只有 Sony 才能創造的工藝細節 在拍攝速度及對焦的強化 還有前往視望遠變焦鏡頭的提升 無論是拍照或拍片的體驗更加實用好拍 當然 一直以來 Sony 都以成為 頂級影音娛樂裝置為開發目標 絕對是重視影音族群的首選 好啦 以上就是 Espira 1M4 的開箱介紹 下次見 掰囉 耶通第一次拍攝